年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王老吉找到山洞 不見了賴紅菇的 那便很擔心 但是吳陰差就拍拍王老吉的肩膀 說走啦 沒事的 王老吉就看著地上的血跡 好不放心 他說 他身上還有傷的 我們怎麼可以就這樣就走的呢 吳陰差就說 依我說這位姑娘肯定不會走得遠的 他只不過是不想見我們而已 你放下藥在這裏 他自己就會來拿的了 吳一鳴回到省裡頭 他越想就越覺得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於是他決定拿著這條線索 來一個敲山鎮府 直接去到孫子玉的府上 也都不通報 乾脆就撞門移入 那麼巧 賀天章又來找孫子玉 商量今天捉不到賴紅菇的這件事 現在還要失機無神 見到陰差大人撞門移入 嚇死了 呆了一會 孫子玉才慢慢醒來 他對著吳一鳴 深深地走了個禮 下官不知大人到此 有失語形 還望大人海涵 說完 就對著何天章打了個顏色 你還一陸目地站著做什麼 明天你的時候 按時送約過來就是了 那何天章呢 即時是打蛇財君上 一邊就答應著 一邊就撩枝大吉 吳一鳴看著他們兩個人 這麼嚎嚇的表演 心中偷笑 但是他不想就這樣踢爆他們 他只是說 孫大人 本部堂偶然得知 貴府正在追捕一名奇特的女子 可有此事 孫大人 孫大人 你明察周豪 下官不敢瞞報 冒犯他們確實是灑下了天羅地網 通緝著一個罪犯 吳陰差就馬上扮成一副很濃厚的興趣地說了 哦 講來聽下 這個女犯究竟是何許人也 主人膽大包天 竟敢搶劫本州 用朝廷鎮災銀搶購的大宗藥財 哦 那個女子劫奪的 難道只是藥財嗎 如果靜止是藥財 又用不用要孫大人你這麼大動肝火啊 是不是除了藥財之外 還有其他些什麼呢 孫子又一聽到吳陰差這樣說 即時就飄了射鴨漢 哦 那 這個 小小慶州 連租禍殃 十七九空 全部的鎮銀都用來購買藥財的了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啊 吳一銘就站起來說 照這樣說 這個盜賊就認真可恨地說了 吳大人啊 你見過這個女賊嗎 吳一銘就停下腳步 聽孫大人的口氣 即是我窩藏了他了 是不是啊 啊 不是不是不是啊 我意思就是說 吳大人你是從哪裡得到這條消息的感 都聽圖說而已 老夫這幾天走街寸巷 已聞目睹了不少坊間奇談 比如說 官衣無能 竟然將重病患者 一把火燒死 可有此事啊 知府大人 孫子玉又是一驚 啊 知府此字 肯定是不知哪個好事之徒 唯恐天下不亂 作這種荒誕不驚的謠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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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大人 防民之口勝於防村啊 沒有 那當然最好啦 有了這樣的事 就算你想瞞都瞞到的 我剛才問你的事 你再想清楚 有哪一天想好了 我們再談過 是 下官自當小心 吳一銘出了知府 又馬上來到王老吉的約譜 上次他跟孔生聊天 他打探到了王老吉 有自瘟疫的祖傳秘方 但是王老吉 就將這條秘方 看得更緊要 那條命那麼矜貴 從來都不被人看 那吳陰差此行的無敵 就是想感化王老吉 他獻出秘方來普救蒼生 孔生遠遠見到吳陰差回來 那他很熱情地 又是迎候時 又是局查 一來呢 是出自於他對吳一銘人品的敬仰 而來呢 也都有他的縮數的 因為陰差是朝廷派來的嘛 那只要得到陰差的賞識 日後還擔心沒有出頭之日嗎 只要陰差的一句說話 撈到一官半職 真是說都沒那麼容易 但是王老吉 他跟孔生的想法不一樣 他雖然也很欣賠 對吳陰差的人品 但是說了官是官 文是文 他不想跟做官的人走得太近 吳一銘跟王老吉相對而坐 吳一銘就說了 老吉師父 我來找你 是因為我在慶州 實在是找不到 第二個能夠傾訴肺虎之賢的人 王老吉就連續 耍手兼命頭地說了 哎呀大人啊 你這樣說就真是折殺我了 我只不過是一介草民而已 受不起大人你如此厚重 此話差矣 知己和官衛是兩碼事 老吉師父 難道你不當我是你的朋友嗎 大人 你身居高位 他是如此體恤百姓平易近人 我可以有幸認識到大人 實在是三生有幸 如果天下的官 都可以好像大人你這樣 又何受瘟疫不除 民生不治呢 吳一銘聽到這裏 都覺得是火候 於是他就說 老吉師父 你過獎 我此行是奉太后兒子深入在區 體察民情 確感責任重大 我見到瘟疫所帶來的災難 是如此嚴重 心裡頭真的很沉重 我知道 你是祖傳名義 而在自溫方面 可不可以幫我想些辦法 陰差大人 早上雖然存有自溫的秘方 但他是救不到大眾的 林一銘 還以為黃老吉是不肯獻出秘方 他說 為何你這樣說 佳恩領南氣候濕熱 古稱萬丈瘟疫常生 你知道 瘟疫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流行 往往一人得病 十人遭殃 所以是防大於治 要想從根本上控制著瘟疫的慢行 一定就要在飲用水方面下功夫才行 飲用水? 什麼意思? 沒錯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飲水 如果我們可以把藥材 裝藥的麻包袋裡頭 投放在井裡頭 等藥效不斷滲透到水裡頭 這樣一來 得了瘟疫的就可以治病 沒有得瘟疫的也可以防病 吳一銘承認 黃老吉確實是高過自己一籌 但他又不肯承認 他只是說 你的建議和我所想的真是不謀而合 黃老吉繼續說 只不過 這一筆的開銷都不少 其實 我早就想把這樣的想法 跟知府大人說 誰知道他們誰都不理我 那你放心 我會想辦法幫你籌操之金 吳一銘承說到這裡 就站起來來 上下打量著黃老吉 看見黃老吉有些不知所措 吳一銘承說 老吉 我想給你一個官來做 你看看怎樣 黃老吉連錘擺手 他說 這樣不行 要我做官 你不如要我死好過 我已經四十幾歲人 從來都沒發過做官的夢 你叫我做官怎麼行 你以為我要你做什麼官 我是想封你做一個徐溫監察士 跟我打理好徐溫這方面的事 只是這樣 這樣啊 那我可不可以指得 抑賀天章他們 當然可以了 那知府呢 亦都可以 這樣就太好了 這個徐溫監察士 我做了 吳一銘承說到做到 不單止是當著周府文武官員的面 正式宣佈了黃老吉的任命 給了黃老吉一個名正言上的職位 而且呢 亦都想方自發 為他籌到一筆款項 按照黃老吉的藥方 買了大量的藥材 另外呢 他還親自跟著黃老吉 去到役區進行防治 為村民送藥 一時間上上下下都全為美談 而孫子玉呢 反而變成了局外人 被人扔在一二遍 還周不時要聽一下黃老吉的差遣 嘩 焗到他真是整肚火 本來他是很想發作的 但是看在黃老吉和陰差的份上 又不敢發作 唯有整天哀聲嘆氣 叫苦連天在 那個賀天章呢 就很清楚孫子虎現在的處境 不過就不是同情他 而是不抵得黃老吉受寵 反而來騎回自己 他要借著孫子虎的手 打倒黃老吉 這天晚上 他又來到知府那裡 名義上呢 是為知府大人送藥的 實質上就是挑撥知府和陰差的關係 他說 大人 你看看那個死人狼中 就快被陰差捧到他上天 連你他都一樣指手畫腳 那還有黃法呢 孫子虞已經捕到整肚火了 現在被賀天章一擊 直接就洪水爆發了 他說 混賬 他要說什麼啊 啊 一戒暴衣 還想騎在我頭上來 我死我了 大人 你這樣說就對了 等陰差一走了 那個黃老吉他就知死 咦 但孫子虞話風一轉 他說 那個女賊又沒有下落啊 賀天章一聽到知府這樣問 即是有點緊張 他說 啊 哦 暫時還沒有 你告訴我 怎樣才好啊 啊 現在主公又來催問那筆貢品 你叫我拿什麼去回應他老人家 啊 你快點再跟我想一下辦法 就算是拼了一條老命 也要抓那個女賊和飆車上面的東西 找回來 賀天章眼脈一轉 他說 咦 大人啊 聽說朝廷呢 近來又撥了一筆鎮銀下來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有啊怎樣 沒有啊怎樣啊 啊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 我們就可以趁機把規空了的功禮 補回給主公而已 法務沒那麼早啊 你以為現在慶州還是我作主的嗎 那些是吳陰差的心頭肉 你會動得到他的嗎 哦 那他不讓你動而已 你可以自取的嘛 怎樣自取啊 投其所好 唉 你又不是不知道 吳一炳他這份人是斷陸親的嘛 正一是屎亨那塊食又臭又硬的 你那一套根本行不通的 唉 那都不代表他無懈可擊的 那比如說 他跟黃老吉很合谈的嘛 是吧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黃老吉來做文章 黃老吉 黃老吉可以做到什麼文章啊 借刀殺人啊 借刀殺人啊 怎樣借刀殺人法啊 萬一殺不到 那會不會引火燒身啊 嘿嘿嘿嘿嘿嘿 知府大人 這一層你就放心了 我已經跟你想好了 保證萬無一失的 好了 在这一天的中午,黄老吉正在药铺里煮药, 何天章专门派人给他送了一张很精美的请柬过来, 请他去顺丰国酒楼赴宴。 黄老吉望了眼,就扔了一边说,我不去。 那个人似乎猜到黄老吉会这么说,于是连续说, 我们老爷还请了两个人, 我们老爷说,请黄老先生无论如何都要捧个墙, 给个面子。 你回去告诉你们老爷知道, 他就算请了天上的玉皇大帝和皇母娘娘来, 我黄老吉都不奉陪。 谁知道那个人还是不肯走, 他说,啊,那我们老爷呢,又没有这么大本事, 天上的神仙他肯定请不到的, 不过,他就请了孙知府, 黄老吉马上打断他。 是这样,我更加不去了。 嘿嘿嘿,你不要这么急啦, 你听我说完先嘛。 那,除了孙知府之外呢, 我们老爷还请了吴阴差点的。 吴阴差? 他都会答应? 是啊,他不单止答应了, 还是他提议,请你去的哦。 那,正所谓,不看侧面都看罰面啦。 你没理由不给面子,不阴差的嘛,对吗? 好, 就这样我就写命陪君子啦。 嘿嘿嘿, 你这么说话也有的, 现在是请你去赴宴而已, 又不是叫你去死啊? 啊, 记得带多一壶, 你去的凉茶去吧。 带过那些东西去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老爷说, 一来呢, 就可以解走去鼠啊, 二来, 亦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帮你宣传一下嘛。 那, 那, 王老爬是照着请槌上面的时间和地点, 来到了顺丰角酒楼了, 那, 那一间酒楼, 是兴州城里头数一数二的饭馆来的, 一看就知道生意兴隆, 那些食客啊, 出菜, 入入吃奋那里转的。 王老爬上到楼上面的包房, 何天章, 孙之虎, 吴阴差已经到了, 吴殷差就招呼王老吉坐在自己身边 何天章就拿起酒杯站起来 面上一副很虔诚的表情说 吴大人 孙大人 老吉先生 小人何天章鬼迷心笑 利欲昏天 在庆祝瘟疫之中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 所幸 殷差大人你明镜高原 而知府大人你就秉公执法 老吉先生的治病救人 既无情地惩罚了小人的恶行 又宽宏地遥述了小人的性命 再造之恩真可谓天高地厚 今日成蒙各位不弃 屈尊光临 又给了小人一次 悔过自身的机会 哈哈 大家听到点了 何天章是不是做戏这么做了 直到说到七情上面 那孙子玉呢 就接着何天章的戏嘴 跟着唱下去 听了何老板刚才的一番说话 实属难得 啊 觉得金是如非啊 知来者 以后追 何老板都可算是说出了肺腑之言啊 吴一鸣就买了 何老板 你脱胎缓骨 可喜可可 本官只是希望你真心诚意 言行一致之好 何天章连锤点头 大人的教会 天章没此难忘啊 孙子玉就望了黄老板一眼 老板啊 你都说回两句了 但是黄老板不骚他 他说 小人只不过是来喝酒的 没有准备什么应酬说话 孙子玉就没人了 那走过三巡 店小椅就捧着一壶凉茶走进来 他说 各位大爷 天热多汗啊 小人专专奉上一壶老吉良茶 又解游泥 又消暑气啊 孙子玉望了小椅一眼 他说 没错 都算你会做啊 小椅一见到知府大老爷夸掌 那就更加得戏了 他说 小人不是吹牛啊 我们酒楼的良茶呢 是直接从黄老吉的药袍那里入货的 绝无花架的 何天章就指一指黄老吉说 小椅啊 你认不认得这位大爷啊 各位 那究竟这位店小椅认不认得黄老吉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 拜拜